各位小朋友跟彪叔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彪叔给大家讲周松火宫的故事 这个故事将周松喝醉了酒耍酒疯 他歌周博人不以为然 先跟彪叔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周仲志饮酒醉 周仲志就是周松 周家的老二有一次喝酒喝醉了 称慕环面为博人曰 称慕就是瞪着眼珠子 环面就扭过头对他歌周博人 周以周博人说 君才不如地而恨得众名 君就是你才能不如你弟弟 他弟弟谁呀 就是我呀 而恨得众名 恨就是意外无缘无故 获得这么厉害的名声 你的名声这么响 我呢可怜得很 须与举蜡烛火制伯人 过来一会儿呢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趁着酒静 举起这个蜡烛火 一下子 一下子 致向他哥周博人 这个周姨呀 一闪而过 笑语 阿努火攻 雇出夏侧尔 嘿嘿 弟弟呀 你这个小屁孩 逼急了吧 用火攻 雇出夏侧尔 这个简直就是 下三赖的做法呀 然后跟标书 完整的解释原文 周松 周仲志啊 有一次啊 喝酒喝醉了 瞪着眼珠子 扭过头 对他哥周博人说呀 哥呀 你的才能不如我 却无缘无故的 声名远扬 而我可怜得很啊 我这么能 名声还不如你 过来一会儿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举起这个蜡烛火呀 向他哥扔过去 他哥啊 一闭而过 笑着对他说 一点都不生气 嘿 小屁孩啊 用火攻 感情师啊 被逼急了 使出这么 下三赖的做法 最后再跟标书 完整的朗诵原文 周仲志 饮酒醉 称慕还面 为博人曰 君才不如地 而恨得众鸣 须与举蜡烛火 致博人 博人笑曰 阿努火攻 故出下策尔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fee affili 故事 称武 快忙碍